好的,发海贵就再上调这个成品油的价钱 虽然哪个上调的幅度跟市场的预期可能小一点 但是呢,对中石油跟中石化 他们的下游的产品的毛利率应该会有一些调高的作用 所以对他们的股价短期内会有一些涉及吧 但是呢,长期来看因为国内哪个通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话 哪个进一步调高这个成品油价钱的力度 或者是实际上下,我相信会可能会有一个托迟一点 所以对这两家就是销售产品,就是销售比例比较重的公司 影响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看他们的股价要进一步反弹的话 可能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我相信目前的估计来看 他们要进一步走高的话 可能要等待哪个成品油体积的改革 正正的出台之后才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步行情出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